印象中 这还是蓝忘机第一次在蓝启仁脸上 看见这样的神情 蓝启仁一瞬间慌了 尽管他在气头上 但也是有意识地去控制了手上的力度 只是想给小孩一点教训 没想到魏无羡会痛得晕过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魏无羡被魏常泽慌忙抱去了医院后 经过一系列检查 并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落在身上的棍子的痕迹 很快就退去了 这个结果让魏常泽感到忧心 每个人对痛觉的感知并不相同 但是魏无羡的痛觉神经 似乎过于敏感了 但是以魏无羡的年龄 魏常泽但愿使他多虑了 窗外的月亮已经悄无声息地挂在了夜空中 安静地散发着皎洁的光辉 月亮是时间的镜子 在时间的长河里 不知道圆了多少回 今夜是无数钟的一次 魏常泽靠在窗边思考了一会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魏一声 魏常泽回过头去 看见了蓝启仁 很罕见的蓝启仁的蓝启仁的脸上飘浮着似有若无的歉意 声音落下后蓝启仁陷入了沉默中 魏常泽耐心地等待了一会 然后蓝启仁向他道了个歉 魏常泽笑了笑 说 我想你应该向阿县道个歉 蓝启仁惊地张了张嘴 面露难色 魏常泽的话说得毫不可泣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短暂地陷入了尴尬当中 魏常泽把窗户打开了一点 让外面的风透进来 好把两个人之间诡异的氛围给吹散一点 蓝启仁看了一眼魏常泽的背影 说道 这次我敬佩他的勇气 但同时也不能接受他的鲁莽 魏常泽看了蓝启仁一眼 意思很明瞭 他不觉得魏无限鲁莽 蓝启仁会议 神情看起来有点悲伤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忘记成为这样的人 冲动 做事情不计较后果 魏常泽看着蓝启仁的神情 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默了默 没说话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显然 蓝启仁的心中就有着这样一座大山 隔着他与魏无限 魏无限经过这么一遭 忽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睁开眼睛时 又看到了他熟悉且讨厌的天花板 鼻子里灌进了难闻的消毒水的味道 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蓝旺鸡正坐在他旁边削苹果 本来是脏色在消的 但消了一半忽然魏常泽叫走了 蓝旺鸡就自觉接过了这个任务 脏色叮嘱蓝旺鸡当心不要碰到手 然后不太放心的走了 蓝旺鸡见魏无限醒过来 赶紧把苹果递给他了 魏无限不喜欢吃苹果 苹果是种无聊的水果 于是摇了摇头 蓝旺鸡抿了一下唇 内疚的看着魏无限 片刻后 又低下头 魏无限坐起身 瞅蓝旺鸡一眼 见蓝旺鸡满脸亏欠 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明明他自己还心烦意乱着 却还是很好心的安慰起蓝旺鸡 蓝叔叔肯定已经不生气了 想了想 魏无限又说 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这话倒是真的 魏无限动了动身体 真的没有疼痛的感觉了 回想起刚刚惨痛的一幕 他立刻甩了甩脑袋 极力想把这可怕的画面给甩出去 蓝旺鸡看着魏无限莫名其妙的样子 沉重的心脏得到了片刻的轻盈 他阻扰了魏无限晃动的脑袋 提醒道 头会晕 魏无限停下动作 看着蓝旺鸡轻轻的眨了眨眼睛 想了想 还是拿过苹果咬了一口 把两边的腮帮子腮得鼓鼓的 蓝旺鸡忽然说 魏英 对不起 他实在抱歉 他原来是想保护魏英的 但他似乎没有做好 只是大人的思维很奇怪 有他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 他明明没有做错 也没有鲁毛 他都那么生气了 也没有出手打温潮 而是找了江老师寻求帮助 为什么叔父觉得他错了呢 蓝旺鸡不能想明白的事情 魏无限却想明白了 顶着沉沉的月色回到家后 魏无限问脏色 他做错了吗 脏色摇摇头说没有 他又问 那蓝旺做错了吗 脏色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刚刚和蓝旗鸡沟通过 不得不承认 有的时候人的观念不合 真的很麻烦 没有 没有 蓝旺哥哥是看见你受欺负 所以帮助了你 以后看见其他人受欺负 我们也要去保护别人 魏无限点了点头 有点高兴 又有点悲伤 他失落地想 如果蓝旺帮助的是别的同学 蓝叔叔就不会怪他了 只是蓝叔叔不喜欢他而已 不过这件事在魏无限心里 没有多久就搁浅了 他自此有了新的目标 能够保护别人的目标 但是他惆怅地发现一个事实 他不够强壮 力气也不够大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尝力气呢 桑四说要多吃蔬菜 多运动 魏无限犯了难 这些都是他讨厌的事情 但是为了变得强大 他决定豁出去了 于是蓝旺鸡经常看到魏无限皱着眉头 把一根青菜塞进嘴里 模样有些滑稽 自从知道了温潮的事情 脏色对魏无限的心理状态 有过好一阵的担忧 但是魏无限在家里的表现过于正常了 包括那几天其实他也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 脏色琢磨着魏无限不想说 他就不问了 免得让魏无限想起不好的回忆 忍了几天 还是忍不住问 阿英 温潮最近学乖了吗 魏无限若无其事地说 温潮妈妈给他换了一个学校 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学乖 最开始两天 魏无限对学校的确产生了阴影 每次都要克服好一会心理上的恐惧 才能够回到班级 但后来不知道是谁听到了他们在办公室里的谈话 尤其是江峰眠说的那些 同学之间传了两天就变成了 温潮凶起来会杀人 可吓人了 于是大家看到温潮 就纷纷躲到一旁 好多同学扬言 要保护好他们的小班长 不能让坏人温潮得逞 小学生之间的感情单纯直白 魏无限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但是温潮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他的好学生人设彻底不见了 温潮十分崩溃 想要换一个学校 他和他的妈妈保证 在新的一定会考年级第一 这件事情才得到了落实 魏无限决定慢慢忘记这件事 以后依旧认真上体育课 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去了几天 直到有一次大课间活动的时候 江峰眠看见他 忽然把他叫起了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